上书大人 胡大人 胡大学士满脸微笑,将范上书迎了进来 负责清查户部的官员们也围拢过来 纷纷对病后的上书大人表示安慰 就连立部上书言行书也不变外 那张老脸上满是情真意切的担忧与关心 而查处户部之事的监察院诸人 更是早就小心翼翼地替范上书挡着门外吹来的小风 殷切之极 不论朝廷是不是真的要查户部 不论陛下是不是真的想让范上书辞官 但只要范贱在朝中一天 只要陛下没有撕破这层乃兄弟的情分 只要远在江南的范贤还活着 朝中的这些官员们都不敢对范上书有一丝轻忽 所以此时的场景有些荒诞的喜剧感 本是被查得户部上书 却被众人关心着 小意呵护着 尤其是监察院的清查官员 他们都是一处的 由木铁领队而来 一处直到今天都还是范贤的直属清管衙门 范贤就是他们顶头上司的老爸 他们还敢如何 太子脸上素一阵白一阵 看着眼前这一幕 心中涌起极大的不安 范贤称病数日不治户部 今日一致 便似乎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这位平日里不显山不露水的大臣 似乎身上带着某种气场一般 他纵视太子是庆国将来的君王 但面对着范上书 依然不得已站了起来 在脸上堆起温和的笑容 安慰说道 尚书大任身子可好些了 太子不是怕范贤 也不是在乎监察院 只是身为皇室中人 尤其是龙椅的接班人 他必须要表现出某种气度 老范家与他们老李家的关系太深 在丹州还有位老妇人在远远看着 太子不清楚皇帝对于那位儒母 还有着怎样的感情 范贤惭愧一笑 说道 户部之事 一应皆由我起 却要劳烦殿下及胡大人耗着心力 实在是范某的罪过 诸人寒暄两句 便各自落座 范贤虽然属于备参的那一面 但一直针对户部尚书 并没有明指下来 所以他堂而皇之 当仁不让地坐在了正中间 这里是户部 是范贤的地盘 等一切都回复平静之后 众人才把目光投向了还在原地地那位户部员外郎 方丽 所有人的眼神并不一样 言行书在幸灾乐祸 太子在犹疑 胡大学士冷漠着 监察院皱眉着 只有范尚书一脸平静 似乎根本没有想到 因为这个叫做方丽的人 会牵扯出多少人来 事情至此 太子当然想明白了所有事情 范贤这个无耻 殷华狡诈沉默的老狐狸 当朝廷开始清查户部的时候 不 应该说是早在几年前 太子向户部伸手的时候 范贤就已经在冷眼 看着这一幕 然后用了极老辣的手段 悄无声息地将这件事情 掩了下来 没有让任何人察觉到 但另一方面 却刻意留了根部 引人注意的小尾巴 轻轻一甩 就甩到了七丝之中某一处 如此一来 既替太子遮掩了 又拿住了太子的把柄 最关键的是 这种遮掩连太子 那一方的官员 自身也遮掩住了 从而这笔四十万两银子 就变成了虚无之物 抹得异常干净 干净得甚至方力 都以为再没有什么问题 再加上礼部的倒塌 太子的一丝愚蠢 全天下就只有范贱清除 整个过程 而这位尚书大人 异常老辣的 没有直接抛江出来 打击敌人 而是就把那个线头子 在乱草之中 留出一丝痕迹来 比如北方雪地里 将士们身上穿着的冬衣 比如南越战线上本 不需要的工程机械 而当朝廷开始查户布地时候 就会找到那个线头子 轻轻地拉着拉着 最后拉掉了 他们自己的裤腰带 这是一个埋了几年的局 犯件什么都不需要做 只需要等着自己 受到威胁的时候 构造出某种局势 让某些人抓住 他们早已经遗忘了的裤腰带 再使劲一拉 好局 针对礼布的调查 也已经开始了 虽然郭优之被细死在天牢之后 礼布经历了一次大换血 一英文书都有些混乱 但是在朝廷清查小组的 强力真机之下 在监察院的缜密搜查之中 礼布开出来的吊单和户部 一直暗中保留着的回职 对应了起来 那四十万两白银 确实是发到了礼布 问题是 礼布份 十四拔掉了四十万两银子 修学社及秋为学牙 修到了哪里去 胡大学士久在天下各路巡视 后入门下中书试试 当然知道 这天底下各郡各路的学社 依然是那般残破 很多地方的秋为学牙更是还会漏雨 所以他弟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 对着面前的礼布官员问道 谁能告诉我 这四十万两银子到哪里去了 胡大学士淡淡侧身看了太子殿下一眼 在心里叹了口气 其实堂上众人 对于朝廷前几年的局势都心知肚明 礼布一向是东宫的后花园 礼布也根本没有胆子敢假掉四十万两银子四处花了 谁都能猜到 这笔银子是流向了东宫 只是既然查到了东宫 这事情似乎就有些难以为继 胡大学士沉吟片刻后说道 眼下首要的问题 是要查清楚这四十万两银子的下落 太子心头一惊 面上却是温和笑道 胡大人此言有理 监察院一处木铁没有资格坐在这几位大臣的身边 一直站在侧方 他看了看正中坐着的范老尚书脸色 忽然开口说道 银子是到了礼布 只是经守此事的官员在前年春围一案中就死了 太子在一边沉默着 郭优之已死 郭宝坤已留 如今 监察院又确认了具体经守人的死亡 就算长公主那边知道自己与这四十万两银子的干系 也找不到什么证据交给胡大学士 所以他的心下烧安 烧安之余 也不免有些悲哀与愤怒 姑姑 你为什么要这样 却不料木铁的下一句话 让太子殿下寒了心 只听他正声说道 不过总有蛛丝马迹可以查询 大学士 您看是不是让监察院去查查礼布 查礼布 堂上众人一惊 心想让这群如狼似虎的监察院去查礼布 朝廷查护布 明显会让远在江南的小贩大人无比生气 监察院查礼布 在小贩大人的遥控之下 礼布那些可怜的官员 只怕真要活不出来了 可是木铁此时的要求似乎很合理 范见清源长须 面无表情 心里却在想着 安知的这个亲信脑袋瓜子 似乎比以前要好用多了 居然能猜到自己的心思 范见的心思很简单 朝廷不是想查护布吗 护布想要自保 就必须把战线拉开 拖进更多的布衙进来 礼布 只是一个开始 等六部全部都被查出问题之后 那位英明至极的皇帝陛下 总不好将六部尚书全部急了 历部尚书言行书 瞥了范见一眼 好生佩服这头老狐狸 赶紧摇头驳斥道 朝廷明指清查护布 不好波及太广 范见皮笑肉不笑说道 有礼 有礼 谁都能听得出来 这两声有礼是何等样的讥讽 言行书面色一难 知道自己此意毫无道理 既然户部亏空涉及礼布 当然应该继续查下去 胡大学士也是面色为难 劝解说道 再以一阵 再以一阵 如果放手请止让监察院查礼布 那最后一定会查到太子殿下 所以在没有进宫请止之前 身为总领 清查大臣的胡大学士 也不敢下这个定段 便在此时 太子殿下咬牙说道 礼布之事 总是要查的 只是事情有先后 户部亏空一事 尚未查清楚 阔连太广 只怕对陛下旨意有爱 范见依然是微笑着说道 太子殿下有礼 有礼 胡大学士在心里叹息了一声 说道 关于礼布一事 待会儿入宫 请聆听圣语 依太子殿下地意思 户部这边还是继续吧 继续查下去 户部肯定会查出更多的问题 那四十万两银子 终究只是冰山一角 太子就是根本不相信 范家会在户部里这么干净 户部当然不干净 犯上书社的局 埋的线当然也不止太子殿下这一条 随着清查工作的逐步深入 又有几个布衙被户部成功地拖下水来 而大理寺更是首当其冲 一直有些沉默的大理寺卿立马变了脸色 尴尬不已 户部不是滥仗 却有太多的暗仗 一笔笔的亏空都指向了朝廷李某一方的挪用 查到最后 甚至连太学这种清水衙门都没有逃过去 吏部尚书言行书开始警惕了起来 虽然户部此时查到了问题 都没有牵涉到长公主与二皇子 因为自己这一方的人 银钱向来走的是内裤那一边 可是看范剑和户部准备的如此充分 谁知道他会不会阴险到用某种名义 因了二皇子一道 先到这里吧 言行书皱着眉头说道 入宫请旨之后 明天再继续 有礼 范剑依然是微笑着说着这两个字 胡大学士满脸冷漠 看清查小组里的官员们 心想朝廷怎么就星号星号成这副模样了 如果陛下真的有决心查下去 范尚书自然要辞官 不过只要查不到江南 他并不需要负太多的责任 而朝廷里其余的官员们 只怕要倒霉一大半 深春的皇宫 偶有红杏陆于矮矮内宫墙头 青树丽花相应 美景入莲不欲出 天时已目 转瞬即黑 运输房地房门开了又关 关了又开 接连几把义士的大臣来了又去 最后房中就只剩下那一个 孤零零的皇帝陛下 还有那个老太监 以及一盏明竹 啪的一声 庆国皇帝双眼火翼大作 一掌拍在木脊之上 却没有震出半丝茶水 韩生说道 好一个户部 好一个东宫 真当阵不敢杀人吗 先前入御书房议事的大臣 便是领 后负责清查户部的官员们 听了他们的汇报 庆国皇帝怒意见生 他的本意只是清查户部 借由户部向江南调银一事 劝范贱退位 用这种比较光明正大的办法 重新确立朝廷之中的平衡 但他万万没有料到 户部比他想象的干净许多 范贱比他想象的干净许多 反而是朝廷里其余的五不三四 却不知道在户部里捞了多少好处 尤其是东宫 先前胡大学士已经密奏了礼部之事 并且悲哀暗示 户部之事最好不要再继续彻查 不然真的会弄到朝政不宁 只怕户部还没有来得及承担 他们应该承担的罪责 其余的各部大臣们都应该开始吃牢饭了 皇帝震怒之余 也不免有些心寒于户部帝手段 所以才会有了先前的雷霆一伙 在他看来 范贱既然早早就知道这些事情 为什么要一直隐瞒着 直到自己准备动户部 才忽然抛僵出来 打群臣一个措手不及 这何尝不是打自己这个 做皇帝的一个措手不及 他与范贱自佑一起长大 当然知道自己这位大管家的能耐 对于户部应对的如此老谋深算并不意外 他愤怒的 只是朝中的臣子们不争气 被文户部绑上了这艘大船 更奋火的是太子竟然如此愚蠢 叫自己如何敢将这天下船给他 当然 皇帝更愤怒于犯见这犀利的反击 因为这位伙伴是在 他再要携阵 皇帝皱着眉头 冷冷说道 满脸老人般的红老太监 摇摇头 叹息道 陛下 不怕老奴多聚嘴 这人呢 总是自私的 即便范尚书这样的忠臣 在这样一个危险的境地 也要想些自保的法子 皇帝的声音稍显有些尖利 耻笑说道 如此星号星号积谋 也算是忠臣 红老太监叹息道 陈院长更爱星号星号积谋 可要论忠臣之心 只怕老奴都不敢自称在其之上 皇帝缓缓闭上眼睛 说道 陈平平就过阵无数次性命 又岂是犯见可以比拟 范尚书这些年打理户部 将义英隐患悄悄抹平 为的是什么 还不是为了朝廷的安宁 红老太监叹息道 如果尚书大人真有什么不臣之心 他手中握着的这些证据 足够他做太多的事情 但他一直没有任何举动 说明他只是不想朝廷动荡起来 他至少应该先告诉朕 皇帝冷冷说道 红老太监轻声说道 依这些年 范府传回的消息来看 尚书大人之所以 一直没有进宫响禀之事 还是不愿陛下废神 陛下应当还记得 前些天传来的消息 皇帝微微一正 想到那个叫正拓的人 报来的消息 心情渐渐清和下来 对于范建又恢复了稍许好感 咒媒问道 只是户部还是必须要查下去 不然就此草草收场 朝廷的颜面怎么割 关键是陛下现在对范上书的态度 红老太监低着头请示道 皇帝摇摇头 户部尚书他不能再做 朕可以给他别的方面补偿 可是这户部 他不能再领着 安之远在江南里的内裤 不论从哪一个方面看 范建都不适合 再继续担任户部尚书一职 红老太监的心里 生起一股悲哀之感 有些同情那位这些年 担惊结律的尚书大人 试探着说道 有句话 老奴不知当讲不当讲 讲吧 红老太监威奸着声音说道 刚犯大人添纵奇才 陛下安排他接掌内裤及监察院 实事之人善任 至于犯尚书这边 若依常礼 确实不应再礼着户部 可是陛下或许还记得 庆历元年的时候 就在这间御书房内 当时还是侍郎大人的范建 便曾经陈院长大人大闹过一次 范尚书 其实从骨子里 就是不希望小贩大人 执掌监察院的 嗯 继续 皇帝皱紧了眉头 知道红公公这话 引指的是什么意思 范尚书毕竟当年 是位风流才子 红老太监微笑说道 乃是未多情之人 老奴冒昧 总以为但凡多情之人 亦能成为人之羁绊 范尚书留在京中 小贩大人在江南行事 也会稳妥许多 皇帝面色平静 半晌后说道 先前在太后宫中 太后也是这般说法 一是看在丹周母妈的面子上 宫中对范府总要多失语录 二来范健留在京里 范贤在江南做事 确实会安心些 何谓安心 不过是个暗中的防范 与要邪罢了 公侯可待 皇帝最后冷着脸说道 朕不会亏待范家 但朕也不会让户部的事情 就此收场 以公侯知觉 换个上书职权 不知范健是吃亏 还是占了便宜 范府之中 范健闭着眼睛 喝着酸姜子 享受着柳氏在身后的按摩 叹息说道 只怕陛下会误以为 我是在要携他 这便不好了 柳氏面色微暗 知道这件事情极难了结 宫里虽然不会对付上 如何过分 但老爷看样子 总要从户部上书的位置上退下来 皇帝陛下的心意 已经通过一柜瓶 再次准确而慎重地传到了范府 这几日户部清查的工作 还在无趣地进行 牵连进了更多的人 弄得整个朝堂 已经变成了一滩浑水 闻五百官人心惶惶 监察院也已经抓了不少的人 户部自身也被查出了些许问题 只是暂时某些势力的努力 还没有达到效果 仍然没有人能够揪到户部 与江南之间的秘密银路 包括长公主在内的很多人 都开始感觉到强烈的不安 难道范贤在江南用的银子 真的不是户部的 只要没有这个大罪名 就算是皇帝 也不可能强硬地要求 范贤辞官告罪 马上下讯就要到了 范贤微笑说道 朝廷要用银子 清查户部的事情会缓下来 我再和陛下号号 只要号到范贤明年年节时返京 就没有多大问题了 柳氏一笑 这才知道老爷一直等着的 不过是老天爷会降下来的那场洪水 以天威对天威 陛下又不是昏君 自然知道孰轻孰众 就是不知道范贤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范贤微带忧虑说道 往河宫条银子抽空了他不少底气 明家也不是那么好 一口吃掉的